渗透山民生世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琪琪 大家好,我是任大华 其实新加坡来了很多次 平常都是出去玩玩的 但现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过来 哇,很开心 我们两个好像去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面 去了一个充满色彩的那个世界 对,因为我觉得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玩 但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 其实海豚是无论是大人小孩 其实我觉得都是每个人心目中很可爱 很可爱的一个小动物 然后刚刚去摸它的时候 这是我,我觉得好激动 因为我觉得它的皮肤很滑 然后我觉得它的皮肤比我更好 我觉得这个海豚人很开心 你跟它在互动的时候 它也会跟你有互动的感觉 所以那几只海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 其实它能够怎么样说 又能够唱歌 又能够用它的尾巴这样走路 然后它会听你的手势 你跟它这样子它会唱歌 然后你摸它的肚子的时候 它会觉得你在好像跟它玩 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很可爱的一个朋友这样子 好兴奋好开心 我们感觉好兴奋 因为刚刚看那个电影《Transformer》的时候 刚刚升入奇景里面 坐着这个车飞起来在打 然后凯旋归来 超兴奋好 四分钟的那个视频 你看到里面加上那个3D 真的哇好厉害好厉害 你们应该有过来看看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哦 因为这次还有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海洋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鱼 要大要小的 还有这个魔鬼鱼啊 还有水母啊 完了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呢 有很大的玻璃 玻璃里面呢 有看到很多很多很充满色彩的一个鱼 在你眼前在游来游去啊 我觉得你感觉是 第一次你跟海洋里面的那种生物是这么的接近 然后它们又这么friendly 你就觉得好兴奋 然后尤其是看到那个房间 我睡那个房间可能是天天失眠 因为我天天都看着这个鱼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以后 希望多一点时间过来这边 变成功的压力那么大 来到这边呢可以放松一下 可以看看鱼啊 就是很开心又放松又有静能量 又充满色彩的细节 我觉得这个明星细节真的帮得非常好